人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光子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鸣 何时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 沙粒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手相心 是一副 是你 舍粒子 是煮发空香 不生不灭 不高 不尽 不增 不见 是骨 空中无色 无手相心事 无眼耳鼻舍身影 不色声香味出发 无眼间 乃至无一世间 空中无一世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现在我们要念底下这个咒语 你不念也没关系 但是就是要观想 刚刚我们用红色的代表要供养每一个佛 每一个菩萨 每一个护法 那用黄色的就是要布施地狱道、饿鬼道、动物道 甚至所有死亡的人类 那用药 那各位你要用观想 所有生病的被杀的动物 重点东西多少没关系 悲心最重要 那就是有那个对三宝的虔诚供养的信心 红色的 红色的 那你要对这些六道 就像各位刚刚念 我要一直这样想 你在家里可以念久一点 所有的牛超度 所有的狗超度 所有的鱼超度 你要一直想 一直念 那你念越久 你的慈悲心就越强 越强 你宁可不要去算念几遍都不要算 你就一直想 因为你想得越多 想不完 从华人想到印尼人 从印尼人想到非洲人 那我就一直想 所以 最好念它会掉眼泪 就是我们念 欧马尼北没有最主要的目的 如果你念念念都没掉眼泪 就代表 就像你看到你妈妈在受苦 你不会掉眼泪 没油好 没油好 或是你看到你儿子快死了 你掉不眼 你没掉眼泪 你不爱他 所以我想我们念这个咒语 念这个佛号 目的要生起一个正确的心态 对三宝的供养 很高兴很高兴供养 就像早上死供养 然后呢 对可怜的众生的不失 最好你会掉眼泪 对生病的人的慈悲 放下去 希望他好起来 希望他好起来 那我这样强调 如果各位听得懂 对各位比较重要 是因为 你看不懂 那你也不会念 但是 你只要有一个真正的悲心 信心 那就有用 那有些人很会念 甚至会背 但是他没有悲心 就没有用 他念的东西 他只是个声音而已 没有用 所以我想 就像各位 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真的 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然后呢 也真的希望受苦的众生 现在有老人 在面前往生 爸爸妈妈 那些往生排位 然后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有真正的悲心 然后相信 你怨他们去极乐世界 你虽然不会念那么多 但是你光念阿弥陀佛 你就很厉害了 就可以把它给超度了 所以我想 就像妈妈 对生病的儿子的心态 或是孝顺的儿子 对生病的妈妈的心态 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 最重要的动机的心态 很重要 就像各位你坐在那边 你听不懂我讲什么 假设你也听不懂普通 你也听不懂闽南语 你也听不懂印尼话 但是你坐在那边 相信 那位法师在念经 在说法 很慈悲 对众生很帮助 反而你得到了 那你虽然听 很会听 听得懂 但是你不接受 你怀疑 你傲慢 你看不起他 对你就没有用 不但没用 还造恶业 因为你的心态傲慢 所以有个讲法 眼睛会痛啊 流眼泪的 就是傲慢 所以你眼睛到老了 会有问题 如果你爱生气 爱生气 那你心脏会不好 或者你不舒服 像各位腰不好 也肾不好 贪 贪 邪淫 那这个心态 就造成你身体不好 所以你骨头不好 骨头不舒服 那就 这属于一种 骄傲 邪淫都有关系 那当然 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哪里不舒服 事实上你的心态 就会造成你身体不舒服 事情不顺利 那修学佛法就是 心态改变了 像各位今天手八观再戒 就说 我不伤害众生女 不杀生 不头倒 我没有男女欲望 我不贪心 因为这样你就消夜这样 改变命运了 然后我们又很虔诚的 诵经 回向 连吃个饭都很用心 那一整天用心下来 各种的好的心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心 都是好的心 惭愧心 慈悲心 慈悲心 清静心 解脱心 那是要是佛的心 都可以 所以像各位你 你不会念要诗经 看不懂字 但是你有要是佛的心 就重要了 就决定了 要是佛的心就是 大家都不要生病 大家都长寿 大家都相信佛法 这叫要是佛的心 就像妈妈 你可能读博士毕业了 但是妈妈 对你的心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妈妈的心对你很重要 因为她永远爱你 关心你 因为你知道妈妈对我们这样想 所以观音菩萨的心就是慈悲心 希望对方永远快乐 希望对方不要有一点点痛苦 我要救她的痛苦 那你有慈悲心 念一下 慈悲就是观音菩萨 对 所以刚刚你在念 那叫观音菩萨的心众 那你不会念没关系 你念随便你 如果你念得很标准 但是你没有慈悲心 那没有用 你可能来是做音歌 做乌鸦比较会念吧 因为你没有用心 所以你念欧玛丽便便便 为什么叫我们念久一点 那你就要一直想 他们痛苦离开 癌症的痛苦离开 贫穷的痛苦离开 最容易的方法是 各位直接去残障医院 那些可怜的小孩 你看了你会掉眼泪 那一天我们去了 大家都很感动掉眼泪 那些人还跟我们握手 为什么 因为它让你引起慈悲心 这个比修法 比看经典还重要 因为你看经典 你不见得会感动 你很会读经典 也就是说我们读经典 或念佛 如果不交 那就白念了 那还不如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看到阿弥陀佛 我就想大家都去极乐世界 大家心里清净阿弥陀佛 那你是最会念佛的 所以我们禅宗 达摩祖师说 超越语言文字 达摩祖师不喜欢用语言文字 读书读多了就会骄傲 我读的比你多 我背的比你多 我比你会念 但是 还不如不要念 有心啦 卖缓啦 那你也很伤心 他跟我讲话怎么这样 因为你知道他有口无心 应付也应付你 他知道你要吃什么 还特别买回来 你吃了你就会哭啊 他爱我 不用讲啦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病 你点香的时候很认真 这一只香供养佛 这一只香佛加持味道 变成甘露 给地狱到 给饥饿的 给生病的 那一只香就够了 那所以我们去丢 去布施 他就让 我替可怜的众生 我替那些 不会拜佛的动物 供香 然后你要管哪 这个香让佛好高兴 哇 变得很漂亮 我用灯供佛 那佛加持这个灯 让他们脱离黑暗 眼睛看得清楚 断烦恼 那你要用心去想 所以就有一个比喻 就是说 这一杯水 加了母亲的眼泪 妈妈 疼惜我 爱我 掉眼泪在里面 她当作宝贝 她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 拿这杯水 她就身体好起来 因为有妈妈的爱 在这里面 所以佛像在跪 重点 是这尊佛像 代表什么 释迪迦摩尼佛 地藏王菩萨才要成佛 我们感动 那各位要多这样去看 因为佛法是一个心法 佛法是讲心态的 嫉妒啊 一个人为什么笨笨的 笨笨就是他嫉妒别人 就像我现在在那边讲 你爱听不爱听 听不懂 还是说听得懂 这没什么 我每天听 那你以后就会笨 因为你怀疑嫉妒 你假设有个傲慢 刚刚讲的 眼睛就不好 这样 所以佛法不是说 你听得懂 听不懂 你就算听不懂 谢谢法师慈悲啊 对不对 因为法师对我们好啊 关心我们啊 你很敢 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很认真 我有慈戒 我希望各位解脱 希望各位消业障 那各位就有信心 你就OK 你就得到这个佛的加持 就像观音菩萨说 你真痛苦的时候 你愿意念我观音菩萨 他就加持 你想要离苦 你只要念他的名字 乃至看到他的形象都可以 他就得到力量 我这样讲 就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自卑说 我会不会念阿弥陀经 我看不懂地藏经 跟这个都没关系 一个佛学院的博士 站在牌位面前 他傲慢 他动作 他发财 不生病 你有一个悲心 那么要是佛 那么观音菩萨 他就改变了 他就得到你的加持 所以在这一点 那我必须再重复的意思是说 虽然各位今天带各位念 你回去不见得会念 因为你都看不懂 很干净 变成很多 变成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就得到什么 欧阿弘 清净无量 他们得到 清净无量 他们得到 叫欧阿弘 他现在所有的功德 加持这个食物 叫欧阿弘 欧阿弘 所以佛陀加持这个食物 加持这个水 加持这个食供养 欧阿弘 欧阿弘 那病成他们都得到 再来呢 欧阿弘 那代表什么 就是说 他们不但得到了 他们断除了他们的 遇到鬼道出生道 也断除了他们的烦恼 跟恶业的痛苦 叫六个字 欧阿弘 欧阿弘 六个字就代表 消除他们六 就像我们今天好景 今天各位很清净 所八幻再见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布施 慈禧的人路 做布罗蜜的功德 欧阿弘 真病的都好起来 吵架的都不吵架 骂人的不骂人 就是说各种烦恼 你的朋友喜欢骂人 那个朋友喜欢背后 讲别人是非 那个人很爱赌博 那个人嫉妒心很强 那你就要帮他念 欧阿弘 欧阿弘 他恢复 他恢复了他最好的心态 看不起他 你就造业了 跟你没关系 你都造业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赶快 欧阿弘 观音菩萨 随便你 然后你 你希望佛的这种慈悲 智慧 各种功德 加持他 加持他 佛菩萨的身口意 加持你 让你一切都得到我们的功德 欧阿弘 你的心态改变了 你的外表改变了 你的命运改变了 欧阿弘 这种慈悲 那我这样说是 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每天你都要做 一支香 欧阿弘 欧阿弘 全部家里的佛 神你都要拜完 祖先拜完 欧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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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完以后 插在外面 身影都清净好看 希望你们没有贪嗔痴 慢于嫉妒的烦恼 希望你们没有 六道轮回的各种痛苦 佛法并不是 你骂我我骂你 佛法是你骂我 那我就 对你很好 你越骂我我对你越好 我忍辱 因为我不想让你更生气 我心里一直念 欧阿弘 你会更好 就像各位 这个人生病了 所以你一直给他念 要是佛 要是佛 这叫自立 所以改变命运三个力量 在背出来 自立 佛力 法力 自己的力量 就是你 明天还要放生 各位刚刚布施药 布施食物供养 布施黄色 下施 就是还有早上 我们做食供养 这个要给他们 欧阿弘 所以等一下还要 一人发给各位 一张这个奏轮 这个奏轮叫十万解脱 烧在火里面 一张可以超度 十万个痛苦众生超度 叫十万 所以各位 你刚刚都有布施了 就画在这上面 就直接印 每一包食物上面都有 这里面有各种的 这个也叫佩戴解脱 你平常可以戴在身上 戴去 当然今天如果没有做烟供 假设我在美国欧洲 不可能这样烧 警察早就把我们抓走了 用水可以啊 一杯水 不能烧 一支香可以啊 昨天也发给 早上也发给 七颗米一点点水也可以啊 重点是什么 你的心态 那心态最重要是慈悲心 那你忘了怎么办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OK 所以各位至少认识 要是佛 可以悄病苦 可以发财 阿弥陀佛 可以让心理清净 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现在可以消业障 你都知道了 地藏王菩萨 爸妈妈都当做他的爸爸妈妈 地藏菩萨 那你就一直念地藏菩萨 那不管你念佛 诵经念咒 它重点是 让你的心态 往那个方向 那你的儿子 你觉得他头脑不好 你都跟他念什么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也可以开智慧 口才不好 唸观音菩萨 可以开智慧 可以口才好 可以发财 特别大悲咒 观音菩萨说 唸大悲咒 不会发财 不会健康 唸大悲咒 会堕落地义轨道 我就不叫观音菩萨 所以观音菩萨 就包含一切了 那你都可以 但是我讲的就是说 各位一定要用心态 你宁可不念 但是要念的时候就很认真 观音菩萨 所以我想我们来说八万灾界 各位为什么要来说八万灾界 想要消业障 想要发财 想要来世 那八万灾界 可以有世间各种功德 长得很漂亮 很有钱 不会生病 没有灾难 来世升天 你要把你这个功德回向给你 帮你开车的司机 帮你弄家里的工人 你家里爱的人 邻居左右 今天晚上你把 哇 原来我朋友蛮多的 翻不完 电话不拿起来念 没关系 相片不拿起来念 但是你不能光念你的朋友 一直念 一直念 环游世界 你的心态 爱整个世界 另外一个蓝色的 爱整个宇宙 宇宙 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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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个阿宏 代表世间的福报 他没衣服便衣服 他没饭吃便有饭吃 他生病 便好 他没钱便有钱 叫阿宏 阿宏 阿宏呢 讲的是心态 贪心的人便不贪心 爱生气的便不生气 他到佛的慈悲的世界 他到极乐世界 他到要师净土 他叫观音菩萨净土 可以 他外表变观音菩萨 第三个 你的心变观音菩萨的 大慈悲心 没有执着的大慈悲心 那你有这样 那对方会改 所以呢 佛陀说 你心里清净 世界就清净 你心里清净 别人就清净 你女儿现在心情 她就心情好了 这个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佛教 佛教就说 这个人觉得很痛苦 很多人找我 师父 我要自杀很痛苦 这么严重 不要自杀 然后他就自杀了 因为你告诉他这么严重 然后他告诉师父 我很痛苦 我要自杀 没事没事 他等一下就改变了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佛为什么能够度我们 因为他空性慈悲 就每一尊佛都是 那里面有男朋友 那人要拔掉 这个叫讲别人是非 他本来这边阿弥陀佛还不错 你打电话来讲八卦新闻 然后我两个都要说整天 因为就喜欢听是非 讲是非 因为你自己乱就算了 你要让别人乱了 不好 不急的接 因为我要让你 本来他要骂你的 他打电话来骂你 听了老半天 算了他就挂掉了 因为你放奥嘛 一杯没放给他听嘛 所以各位永远记住这个 黑暗 不要用黑暗消除黑暗 光明一来 黑暗就不见了 没有 必须 没有要消灭 所以我们用最漂亮的花 最好吃的水果 最漂亮的灯 最好的装饰 然后你就改变了 所以你要改变 你不生气 对方看到你就不生气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用生气 要强压生气 你大声我比你大声 你狠狠我狠狠 那就真被杀死了 不但帮助不了对方 也伤害到对方 所以我想我们超度有爱 今天人家拿一杯水给你喝 我已经为你念一千遍了 钥匙咒了 他拿到就已经感动病就好了 这个爱心 希望你拍拼好 希望你拍拼好 就像各位看电视都知道 你用爱心 用一个好的心 看了这个水 然后这个水就用S光病 不离开 念一下 贪心 称慧 愚痴 傲慢 嫉妒 怀疑 你肺部不好啊 那什么问题就来了 所以佛教也要我们断除贪嗔痴 一方面又不 所以为什么皮肤会痒 喜欢摸人家嘛 欲望讲 那皮肤会痒 哪里痒 喜欢摸哪里就哪里痒嘛 为什么牙齿痛 用嘴巴伤害别人呢 他不打人家 他用嘴巴讲坏话 伤害对方 你牙齿痛不完 永远怎么 全部拔光了还在痛 没牙齿还会痛 因为你讲别人是非的 一眼没消除 你全部拔光也还在痛啊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那佛法 那我们对他们很好 我们手拔光再戒 我们利药师 各位你要送一朵花 去生病的人家里 明天法会完 我们一定要跟怨证法师 要一朵花回家 为什么 三天的慈悲心 钥匙经 都会灌在里面 明天各位最好买多一点 水来 大家要加持 送给邻居左右的水 钥匙奏水 三天的功德在这里 他只要喝到水 他只要看到这个花 他只要闻到那个香的香味 他就得到三天的功德 跟佛菩萨的心的力量在里面 而不是说食物就可以超度他 但是你透过食物 透过声音 再词一遍 听一下 奥阿奉 佛菩萨加持 清净无量 通通得到无边的加持功德 也就变成佛菩萨的力量 来 念一下 奥阿奉 奥阿奉 你要观想那些食物 那些灯 那些药 这些供养 我们守戒律 通通融入在这里面 要给他们 透过声音也可以 就算没有烧声音也可以 奥阿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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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国王 他还没有做国王的时候 他是王子 很多坏事 后来他做国王 听到佛法了 因为佛陀来跟国王回向 他听到佛法 完蛋了 找佛陀 他说佛陀 虽然我现在做皇帝 谢谢你来帮我爸爸超度 我以前做很坏很坏 但是现在我爸也会下地狱 佛陀说没有关系 你去拿一条108颗的珠子 每天就奥阿奉 奥阿奉 奥阿奉就好了 为什么 我是一位修行的人 那你念我的名字 你就得到我的身口一家 奥阿奉 或是你直接要念我的名字佛陀 那佛陀说过王 你只要这样奥阿奉奥阿奉 你永远不会下地狱 鬼道出身道 你放心好了 为什么 你就一直在忏悔了 别讲完了 那从今天开始 很多人都会来拜你 你是国王啊 很多人都站两边 麻烦你也要替他们念奥阿奉奥奥阿奉 希望你下来了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带炼珠 就像一个打仗的将军国王 出去一定要带着奴役宝珠 就像奴役银骗人骗人 这些不好的心态 你把它念掉了 所以108个烦恼 奥阿奉奥奥阿奉 消除种种的烦恼 种种身口义的恶痒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一半的水拿去外面 布施一杯水出去 那你买很多水 奥阿奉奥阿奉 你可以分的六份 三份一半给家里人吃 三分之一给工人吃 三分之一又给流浪狗吃 又拿四分之一又烧掉 或丢在荒郊野外给孤婚野鬼吃 OK 但是你就把它分配很多奴阿奉 奴阿奉念完代表他们吃饱 已经想了他们的痛苦 就像妈妈正在生病 快死了很痛苦很痛苦 所以你流着眼泪 妈妈希望你不要痛苦 然后我一直念 奥阿奉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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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妈妈就不哭了 你也不会哭了 因为你很急啊 那我要强调就是 你一定要培养 就是要教啊 还是要教 那我一个人我就比较认真 因为一个人就是 我真的愿意帮他嘛 所以有时候我一个人住 我觉得房间生病 加一点点米 让你吃 然后我就开始奥奉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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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名咒 是最厉害的 能处一切苦 这意思的佛陀说 你念什么咒都没关系 如果你没有智慧 没有悲心 那当然念咒 还是有一点口业的福报 至少你不是骂人 但是如果你有空性 你有悲心 那你念啊就OK了 或是你念观音菩萨也OK了 所以来 那我们现在念 因为你现在开始眼睛痛了 开始腰痛了 开始气概痛了 那你以今天八观在界的力量 转变你的心 我现在变 那你身上的怨亲在主 就被你超度了 那希望你好 也希望他好 前面这里面有1560 1560几万被堕胎小孩的名字 我永远放在前面 数字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看到他 就看到很多被堕胎的小baby 看到他我就会想到这个 所以我就会可能念 所以我每次上台 念完以后 就来 儿子啊吃一点啊 牛奶 对我帮助很大 我永远会想到这个事情 就像妈妈再怎么忙 永远会看 小孩有没有睡好 喝牛奶有没有 这样你要看着他 鬼道了 佛已经成佛了 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是 佛是同情我们 让我们修福报要给众生的 悲心 感恩的心 然后我一定要各位想对方 想的地狱 想的恶鬼道 你要想想到 雅琪我上回去 那个海啸的 要把你丢下去 因为你 你不丢下去 这个会传染啊 他就把你手绑起来 就可以丢到最深的坑 然后堆很多 再把它用土埋起来 然后赶快 不然会死更多人 然后就到那边 就一到那边 你就感受了 哎呦 这边很痛苦 很痛苦啊 因为你就会 所以大家念 我回旗子是超度 旗子是超度那些 没有人埋葬的 以下的人也好 动物也好 将来都不会堕落三二岛 所以有机会 各位要挂 挂在高的地方 人走过去 飞到你家的苍蝇 一飞过去 就等于绕佛塔 他将来不会坐苍蝇了 因为这上面有佛经 有佛像 有咒语 在太平间的 那真的 他们已经堕落地狱二轨道的 正在追求金钱的 追求谈恋爱很痛苦 祈求观音菩萨 带领这些六道的爸爸妈妈 赶快脱离痛苦 不再有贪嗔痴 慢于嫉妒 大家都进入了脱离轮回的净土 有食物 我们受宝宝在界 我们为他们念药诗经 替他们做了很多的供养功德 昨天 脱离贪嗔痴 各个发大悲心菩提心 各个往生极乐世界 诸佛净土 你要看到你的爸爸妈妈 活得的人健康 往生的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他们脱离了他们的执着 恶业 都能够去极乐世界 很感动 很平静 却很感动 平静就是你 这个时候没烦恼 不会为那个事情担心烦恼 然后呢 但是你开始烦恼别人 开始担心别人 变成一种慈悲 然后你要抓住那个感觉 各位慢慢念 像我念一遍心经 有时候一个钟头 心经要念一个钟头 因为我都慢慢 观自在菩萨 这什么意思 用在身上 改变自己 观自在菩萨 希望大家 希望众生痛苦的 都变成观自在 希望他们都能够 行声波罗波罗蜜多时 都能够放下 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能够 你要一直这样 努力 慈悲的去 去挂唱炉香战 我们在唱保顶战 各位今天早上 中午也在唱战 他就要拉很久 他就要让你一直 一直走入那个心态 一直这样去做 千万不要比 谁念的多 我念好几百万遍 如果你有好几百万遍的慈悲 所以将来让你去做 节目主持人吧 这样 那一天我们去参加婚礼 有一个讲英文讲得很好 我们在旁边看见 这个人以前 因为他没有慈悲心 但是他很会念经 所以他可能就变成一个 就在赚钱的主持人吧 很可怜 就像各位现在看我在念 下辈子 下辈子你看我在路边唱歌 赚钱 舒服 可怜 因为我念 你会哭 哎呀大法师 变成小歌星在探紧 衣服就穿那么少 可怜 不然没人看我唱歌 就像你看到你女儿 你妈妈衣服穿很少 在那边赚钱 她没有赚钱 她不能养你 你没有钱读书 我们会哭啊 那各位要这样去看 你不能去看不起对方 你看不起对方 傲慢嫉妒 那对你有伤害 对方再怎么不好 你要去同情他 傲慢的病 怎么样帮助他 不要骂他 如果你骂他 看不起他 批评对方 今天你家里的工人偷你的钱 你要觉得他好可怜 怎么办 他一定很穷 因为他交两个女朋友缺钱 所以你要帮助别人一定要 帮助自己 但是为了要帮助别人 帮助自己 我们要念佛 我们要送 你也可以在房间睡觉 看电视打电脑手机 那像各位今天晚上就很省时间 不用吃饭 不用煮菜 不用说话 那时间干嘛 拿来奥吗 你不用 如果今天晚上回去吃饭 师傅 师傅时间到了 回去煮饭了 给儿子 给老公 煮完又跟他们出行 来打坐 来掺尾 要帮助众生 所以有时候我都问养狗了 你们家狗一天吃几顿 一顿而已 那你为什么要吃三顿 纯太高 腰太大 太肥 血太浓 都从这边来了 那佛陀说 你要把时间用在修行上 你也不会生病 不会乱想 晚上不吃饭 不会想男人 不会想女人 试试看 真好用 老公如果没有爹 晚上就不要吃 没有娶妇的 晚上就不要吃 不想娶妇 所以晚上不吃饭 没欲望 再来睡觉时间缩短 不会生病 你的功德回向给他们 那你会很多很多时间 来修行 来打坐 所以刚刚我这样讲话 不是在对你们讲 我一个人就这样想 我就在想 一直想 我要怎么念 我就一直想 一直念 我从来不算 一二三四五的 我不算 因为我认为 连续的慈悲心 连续的智慧比较重要 念完十万遍 你没进步 你也百念 所以我想 当然你愿意规定最好 但是重点你要用心 所以我在这边 要拜托各位 为什么 印尼靠这几位 对不对 那些鬼那么多 杀掉那么动物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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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点两只香 你会放一杯水在门口 就靠你了 所以昨天来我们就开始烧了 药 食物 法师不要骂我 有时候我还被骂 海淘法师来烧烧烧烧 太迷信了不知道在烧什么 你不知道我稍微给你老婆吃 你没人吃你不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要帮他 不分印尼人 华人 原住民 日本人都要帮 死了都叫鬼了 就忘了什么是宗教了 可以吃就好了 可以不生病就好了 可以升天就好了 所以活的人 你跟他讲道理 可以听 往生的人 不分宗教 要用慈悲心 这样 他要衣服给衣服 他要饭菜给饭菜 他要药给药 先解决他的问题 哄啊哄哄啊哄 所以你念哄啊哄 你要想这个 食物啊 药啊 盖房子给你啊 哄啊哄哄啊哄 哄啊哄 那就进入新的层次了 内心里面没烦恼啊 然后你去升天的升天 去净土的净土 你要去哪里都OK OK 哄哄哄 就脱离你现在的痛苦 那各位你一辈子你就懂了 以后你就坐在飞机场 就哄啊哄哄哄哄 你们都发财这样 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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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 你们都心情好 夫妻不要吵架 sław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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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 你将来升天 那你就很慈悲 当然你要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你念观音思维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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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